台積電去年確定投資高雄 進駐中由高雄煉油廠住址 只是讓大家議論紛紛 話題不斷 在地住戶看法兩級 台積電還沒來 房價就開始飆升 投資也意味著消費將會跟著提高 我覺得台積電來的話 對房價勢必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就是會賺嘛 那壞的方面的話 就是相對的民生物資 還有什麼低價稅 勢必也會上漲 所以這是他壞的地方 生回老百姓這也沒有辦法 有住戶就擔心 男子的人口越來越多 大廠進駐勢必會帶來 更大的車流量 上下半時間估計會更擁塞 是否在交通上 必須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個人的看法是就是說 第一個是交通上 尤其這邊交通已經有一個 說真的台積電進來對我們交通 他的交通有沒有整理整頓好 像百木打這些問題都要先把它整理整頓好 目前中油高煉廠的就職還在整治當中 原先說需要十年的時間 現在卻縮短為兩年就可以完成 不免讓當地住戶有疑慮 中油他們這一塊的環保有沒有去把它整理整頓好 而不是及時的把它就是趕壓制上架 當然這是一定會有疑慮的 因為他們不相信說我們的工程現在已經那麼的 有那麼大的水準在是不是真的會把那些污染源馬上把它處理掉 本來十幾人的事情變成一兩年或甚至一年多就把它用好 台積電的進駐有好有壞 立場十分看好未來發展 同時也期盼企業能夠帶動地方更多建設 促進當地的就業機會 增加我們地區的居民看可不可以有就業機會 然後我們經濟比較起來的時候 對地價房價可以有更好的價錢 因應台積電進駐市府正在加緊整治 目前進度超前 但當地居民只希望污染能夠真正的離開南紫 讓清澈的天空和乾淨的空氣能夠持續存在 記者邱鑑士林嘉義高雄報導